女星如何对待助理 范冰冰大方 赵丽颖随和 而她让人忍无可忍 在娱乐圈明星的行程安排的十分紧透 这就离不开一个自己的贴身助理了 可能在各位朋友心里 对于明星助理 很多人就会联想到 能够经常跟着明星出入高档场所 吃香的 喝辣的 风采无限 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明星的助理是非常难做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忙碌 明星的所有行程安排 饮食起居都给助理来安排 可以说和保姆差不多 可是有的明星对待助理 如闺蜜一般 有的明星却让人忍无可忍 接下来就让小编带大家来看看 明星是如何对待助理的吧 赵丽颖对待助理是出了名的好 两个人经常被拍到同框走在一起 而且他的助理胖胖的 但是很可爱 如果瘦下来绝对是个大美女 网友们也纷纷调侃可以出道了 赵丽颖对待他的助理 真的和姐妹差不多 甚至有的时候 赵丽颖的助理手上什么都没有 而颖宝背着自己的小背包 不得不说 赵丽颖真是一点架子也是没有 即使出名之后还是非常随和 还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范丽颖人称范业 范丽颖是娱乐圈中 对待自己的下属出名的豪气大方 能成为范丽颖的助理 是大家都羡慕的存在 范丽颖对待助理真的是好的没话说 不仅能在年终的时候 能够得到大红包 而且助理结婚的时候 就连自己在北京买房子的钱 都被范丽颖爆 有这样的老板 小编只想说请给我来一拿 真是令人羡慕 张子怡非常大台的演员 毕竟爱好国际张本人也是非常的大牌 曾经被拍到接电话的时候 都懒得动手拿手机 助理举着手机接听电话 被坐在一旁被国际张挡住了 可以说感觉就是超级大牌的感觉 感觉当他的助理也不是那么的好 李小璐因为雨不高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但是李小璐平时也算是比较有爱心的一个女性 经常做慈善事业 不过网上有张照片李小璐的助理 在某次发布会上 现场全程跪着给他换货席 被土淘了不少 后来李小璐解释说 是因为自己怀孕的行动不方便 才让助理给他换鞋的 平时对待助理很好的 这才演示了那次的尴尬 而这位就让很多网友忍不了 甚至对他无感了 他就是泰迪姐妹团里的一员秦兰 当年凭借又见一脸幽梦被众多观众熟知 很多网友觉得他演技好 人也漂亮 可是呢 曾在某一次商场活动 秦兰为了不让话筒挡住自己的镜头 要求女助理当众跪下举着话筒 长达半小时之久 直到发布会结束 这个就不让观众喜欢了 甚至被骂得很惨 看了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给明星当助理并不是一件美差 更多的时候还是吃苦受累 女星如何对待助理 范冰冰大方 赵丽颖随和 而她让人忍无可忍 对于这篇文章大家有什么看法 大家觉得当谁的助理更好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个关注